这些老奸巨华人利用的对象 老奸巨华人说这件事非你们年轻人不可 你们年轻人才有这根热情 年轻人一听这件事非我不可 我才有这根热情 革命必须流血 流血从我开始 这件事很刺痛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冲出去了 全部变成烈士了 后面讲那个话就通通变成元老 烈士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共在忠叶祠里面 每一年春秋两季吃些冷猪肉 人老吃香喝辣 所以当任何人天上 我一开始讲天上不会掉下来宝贝 只会掉下来免费 任何好事也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想一想 这个好事为什么会轮到我的头上 所以对我来讲最大的就是告诉我讲说 这件事情可以做 不见得是应该做的 当然了有很多人觉得说是像医隐 认知实者该做这些事情的 这些事情的就该去做 但是自己也要先想清楚 这个故事其实很多的 当年我老师讲六个的时候讲了很多 他说哪一个宗教都讲天堂啊 对不对 基督教也讲天堂 佛教也讲净土 他说这么多人讲了这么多 那叫那些人马上就先去那里 每一个人要去的 每一个都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人要去天堂 没有人马上要去尽土 再说所以这些人讲的话 你们可以信吗 可不可以信 大家要自己想清楚 如果信 为什么信 所以这个是我老师 这个其实对我影响蛮多的 因为人在这个社会上 经常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诱惑 人家会觉得这个好 那个不好 等等来诱惑你 所以诱惑的时候 我常常想说 这些人他是要把我累死呢 还是有什么别的hidden agenda 这个是对我的一些的启发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我很喜欢喜欢的故事 惠子像两个 惠诗是庄子的好朋友 当年惠诗死掉了以后 庄子带着学生经过惠诗的坟墓 然后庄子讲说自从惠诗死掉以后 就没有人再跟他辩论 庄子还讲这个故事 庄子说有一个石匠磕石头的老师傅 他很厉害 他可以叫旁边的邻人 旁边的邻居 鼻子上抹一点白的石灰 那个老师傅拿着斧头 灰尾斧砍下去 可以把石灰砍掉而不伤害鼻子 当时的国具听了 有这么厉害的人 就把这个老师傅请到皇宫 请他表演 老师傅说 我仍然是那个灰斧头的人 但是我那个站在那边 赶不动的邻居已经不在了 所以庄子讲说自从惠诗不在了 他连辨论的对象都没有 那当年惠师做了梁国的宰相 庄子要去看他 老朋友了 老朋友做了宰相 就道客一下了 旁边我们周围的 只要你稍微有一点点成就 周围一定会做这种 旁边就有人在惠师耳朵旁边讲说 庄子来是要取代你的相位的 他要来要在国军面前表现一下 让国军把你的宰相的位置让给他 于是惠之口 会失去害怕了 收于国中三日三夜 在整个国家里面 他是宰相 可以动用全国的resource 全国的力量 在整个国家里面 收了三天三夜 都没找到他 庄子反而自己走去见他了 为什么没找到 收他的人 抓他的 你想这个人 是宰相的朋友 一定是仙车怒马 所以他都去找那些 那些非常豪华的 庄子绝对是一个 穿个破破烂烂的衣服 自己走进去 所以没被人家抓到 庄子网见之 庄子用破破烂烂烂 穿的去见惠师 我想惠师看到庄子这样子的装扮 也就放心了 这个人不是来抢我的 抢我的宰相位子 庄子就跟惠师讲说 南方有鸟 南方有一种鸟 其名为渊蜀 这个鸟名字叫渊蜀 渊蜀这个鸟很像凤凰 子蜘蛛 你知道这种鸟吗 若渊蜀发于南海 而飞于北海 这个像凤凰的鸟 从南海要飞到北海去 飞于梧桐不止 它只在最干净的梧桐树上面休息 飞于炼食不食 它只吃 这我才不懂 古人说炼食是竹子的果实 我实在不懂竹子的果实 我实在不懂竹子的果实 长得是什么样子 但是基本上 它只吃最干净的食物 非礼犬不饮 礼犬是最干礼的犬水 所以这一个像凤凰的鸟 字是这么高 它只吃这个私塾座 最好的私塾座 所以只停在梧桐树上 只吃这个烈食 只喝最好的水 于是吃得腐蜀 吃是猫头鹰 但是在地上有一个猫头鹰 猫头鹰抓到一只腐烂的老鼠的尸体 正准备吃的时候 凤凰从他头上飞过去了 猫头鹰害怕这个凤凰来抢他的这个腐烂的老鼠 对着天上的大叫声 哈 要把这个凤凰给吓走 今子欲以子的梁国而喝不喝 你今天你要用你梁国的相位 然后对我大喊一声骂 骂人骂 这是我老师 我老说我们中国人骂人 从来不带账字眼 这个讲得多好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多少这种小人 在有群有势人身边讲这样子的小话 然后很多人通通觉得下面的人 很多人都觉得下面想要来抢他的位置 抢他的东西 我以前有一个学长 他是silicon valley裡面爬得最快的 他后来在腾机店做那个技术上 他跟我讲说他在他的位置上面 为什么可以拔这么快 第一个他绝对表现非常优异 不在话下 第二个他在每个位置上面都准备好接班人 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准备接班人 就怕接班人取代他的位置 可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因为你没有接班人 你的老板想要生你 生不上去 把你生上去就没人做这个工作了 他把所有接班人全部走过来 所以呢 很多人通通都害怕这个 那大部分的人 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上 有层次这么高的人 我在公司里面写了一个文章 是啊 四方中底层逻辑 你看 他说 你如果跟人吵架 因为你跟那个人都在一楼 假如你在十楼 下面有一个人骂你 你只听一下嗡嗡的声音 看他的手回来回去 你会以为他在跟你打招呼 你都在101楼 你根本下面人看都看不到 所以 当周围 当你跟周围的吵架的时候 原因不在一楼 不是因为那个人 而是因为你自己选择你在一楼 当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你应该把自己拉到十楼 把自己拉到101楼 用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就没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 假如你是凤凰 你会跟这个猫头鹰来抢那个老鼠的尸体吗 你一定不会啦 可是猫头鹰还是会 猫头鹰还是会对你吼两声 对你吼两声的时候 你如果对猫头鹰吼回去 你就变成猫头鹰类了 当年我老师讲说 很多人批评你的时候 你要看批评你的人 有没有那个资格来批评你 狗对你吼两声 你不能吼回去啊 对不对 所以周围的人 当有人批评我没有 我们要想清楚这个 是不是值不值得 我们跟他来争取 当你有问 我在我们 在我的学校里面考试的时候 我也讲说 我记得我有两个问答 第一个 我会选择说 当你觉得自己还不错 智德意满的时候 为什么你应该去看看海 好不好 这是刚刚那个吉底之蛙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说 当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你为什么应该要到石楼去 没有一个学生 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伤心 我们来看第六个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趣 庄主用惠子 由于好水的这个桥梁的上面 庄主说 休于水里面的小白鱼 休于出游充容是鱼类 这小白鱼在水里面游来游去 鱼很快乐 惠子说